外交部部長 他是國家非常重要一個高層官員 他一舉一動 不是只有我們國內在看 全世界都在看 哪有一個國家的外交部長 為了一個代表處的 一個組長級的官員 親上火線 然後個人掛保證 在那邊拍胸脯 然後講的話 又跟總統講的話有出入 這已經是一個大笑話了 顯然問題就出在吳釗燮 因為他連自己應該怎麼樣 做一個外交部長 應該怎麼樣進 怎麼樣退 應該有什麼樣的作為 他自己都搞不清楚 所以才會為這件事 走到電視機上 到第一線 跟全國跟全世界 來做一個說明 而且說明的又這麼奇怪 本來來講的話 從西方法治國家來講 你就告訴我合法不合法就好了 你說我絕對 這個人多有能力 多有能力 人家講說他進外交部兩年 對不對 而且都是你的機要人員 你當然說他好 如果說他能夠講出一個 非常能說服人的道理 不只是說服國內 說服全世界的話 他這一次他就真的是 為我們國家爭了光 可是他這一次的表現 替我們國家丟了臉 第一個他就不應該跳出來講 這種事情說實話 他下面有市長 有主任秘書 有人事處長 可見他從來都不曉得用這些 真正的專業人才 這件事情 外交部的人事處長出來說明就夠了 人事上面在外交部來講 主管人事就是主任秘書 你覺得人事處長位階還不夠高 人事處長是國家12指等的文官 是歷經各種歷練的 對法規閒手 他應該出來解釋就好 你覺得人事處長還不夠 你就請外交部主任秘書來說明 也就夠了 怎麼會這件事情 有一個國家的外交部長 站到第一線接受訪問 然後講的這些理由 又是里里辣了 更加讓人家覺得 這一位口藝哥 就是說穿了就是你的詩人 就是因為你要用他 所以所有的體制都不顧了 一個國家的外交部長 站到電視上 然後對全世界說體制不重要 我說這個人重要就重要 這個給全世界傳遞的訊息說 中華民國不是一個非常民主 非常法治的 以開發國家嗎 怎麼搞得現在變成 這種表現只有第三世界國家的 政府的官員才會有的表現 怎麼今天會出在 21世紀的中華民國 所以這件事 我奉勸吳釗謝部長 封口不要再講了 把趙怡祥先生的 不合法的人事命令撤回 趕快療傷止血 我不是為了他個人 也不是為了他的政黨 我是為了中華民國 我是為了中華民國外交部 為了中華民國在國際上的整體形象 不要再繼續鬧這種笑話了 立庭他的是吳釗謝部長 我相信我們黨的領導階層 應該也還是會勝失這一個案子 不過我是 我其實在這件事情的態度立場 已經講很明 我認為任何人要拔鎖 任何一位優秀的人 一定要考慮到至少這兩點很重要 第一個 客觀的標準是什麼 第二個 人民的觀感是怎麼樣 其實會開啟這種人事任用的 不公平這些 開啟這些爭端的 是過去的國民黨 我在這邊起起以為不可 我是寄望說 我也期許我福音的民進黨 我們民進黨執政 不要重蹈國民黨的覆轍 我是這樣子的看法 我認為客觀標準就是這樣 就是說一個人的好或不好 你誰領導的人說 這個人好 那個人好 那是你主觀的標準 他可能很好沒錯 可能是不釋出的人才 但是你也需要有一個客觀標準 就是國家考試 國家制度 如果不依客觀標準 乾脆廢掉這個考試 廢掉這個制度 雖然我們這個制度 在國民黨過去的時候 確實有很多被破壞 也是因人設施 蠻久是第一個黑官 我上次講過 民國71年 他擔任總統府第一局副局長 他沒有認得文官任用資格 他沒有經過國家考試 所以第一個黑官 就是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去破壞了這個體制 他到75年才以所謂假等特考 讓他補考用口試的方式通過 而這個假等特考 已經在民國83年 被考選部王作榮部長廢掉 我再次強調 我認為一定要有一個客觀標準 即便這個國家考試 比方說考試的科目 方式上面有什麼八股的部分 這個大家可以討論 但是還沒有討論 沒有改變妥善之前 我認為國家考試 是一個國家制度建議 很重要的一點 不過施絹你的意見 現在跟你的同黨同志都不一樣 從上到下 包括外交部部長都力挺趙怡翔 認為這個做法沒有問題 駐得代表謝志偉也跳出來 所以你是很少數 極少數 在民進黨內反對 口一哥這個人是任命案的人 有很大的壓力嗎 這種壓力我覺得是比較奇怪 就是為了民眾 昨天今天打爆我的研究室 跟服務處 不過我是場面也看多了 我叫我服務處的人強硬回應 就是說不要電話中吱吱喳喳 要就來辦公室來研究室講 我這個沒在怕的 但我意思就是說 很多事情合法 你會親自跟這些反對的民眾溝通嗎 所以不正當 比方說任用口一哥 我認為合法 但是不合理 就是說第一點 這個政治組組長 如果大家的認知 他是文官體制 他是事務官層級的最高級 既然是事務官 我們就照國家考試制度來 第二個 如果把它當成 政務官任用的話 我們也要考慮說 即便政務官任用是合法 那是不是合理 因為外交人員的禁用 要有一定的資歷 我認為一個好的領導者 即便我們國家現在 大家政治的看法這麼分析 政治信仰不同 榮或藍 綠 橘 各黨 紅 大家的支持的意象不一樣 可是我認為一個好的領導者 就是要統合這麼多不同想法的人 既然我們是一個國家 我們就要相信在這一個國家內 即便你顏色信仰的不同 但是當你踏上這一個位置的時候 你會符音國家的領導 會幫國家做正確的決定 不會出賣我們國家 我認為一個好的領導者 要去凝聚各方的意見 那如果口一科真的這麼好 就我講的天中英明 不釋出的人才 如果真的是這樣 但是用他用到要犧牲掉社會上 這麼多的討論的資源 然後要犧牲掉大家彼此之間 或者說文官體制裡面大家的不信任 我認為這個代價太大 光是這一點 還有昨天前天舉國討論 整個政府部 整個外交部討論這一個事 難道我們外交沒有其他 更重大的事情要做了嗎 外交部沒有其他更重要 要去解決的難題嗎 所以我認為舉整個外交部討論 然後舉國大家在討論這個事情 我就覺得基本上這就不對了 所以我寄望我們國家的領導人 出來就是說領導人的 你是說蔡英文總統嗎 對 就是說你要求最大公約數 即便這麼天重英明的人 我認為要我 我寧願就是說 你還有其他位置好派 他一樣可以為國效勞 不要花那麼大的代價 來保住這個 小英總統跟這件事完全無關 因為很清楚 當時要派他 當時要派口一哥做副代表 這個有跟小英總統講 小英總統拒絕了 小英總統否認掉 小英總統就是說不要 不要這樣 小英總統的看法跟我一樣 派任副代表證物任命 這絕對合法 但我認為小英總統覺得不恰當 不合理 因為你的歷練不夠 所以小英總統否決了那一個人事 小英總統在這一次的討論被扯進來 我覺得吳部長 你這是獻小英總統於不義 我認為這件事 子彈打出來就停在吳部長身上 因為你任用的 你要勇敢出來面對解決 我再一次跟吳部長講 承認一個任命的錯誤 不代表你這兩年多來外交部 你部長的作為 你就有什麼不對 不是這樣 你很多做得很好 很對的地方 新生打過優勢錯 腳步打擦誰人沒 每天大家都多少會犯一些錯誤 不要為這樣的事情硬拗 因為這個代價太大了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